如何对App Store和Google Play进行全面的ISO关键字研究? 关键字研究是ISO应用商店优化中最关键的任务之一。 它是在搜寻结果中创造可见性和优化转换率的基础。 此外,这是运行Apple Search S的要求。 因此,找到正确的关键字对于App应用程序的成功至关重要。 在本指南中,您将学习如何找到关键字提示,使用App工具对其进行验证, 以及如何在App Store和Google Play商店的应用产品页中正确实施这些关键字提示。 使用App工具进行完整的ISO关键字研究,App Store加Google Play。 什么是关键字研究? 深入的研究是ISO和搜寻可见性优化的基本要素。 这是在商店中启动该App应用程序之前要采取的第一步, 也是在您的App应用程序下载为达到预期数量时要采取的第一步。 第过程App Store的优化ISO的关键字研究有四个步骤。 一、准备研究为了简化您的研究过程,请为您的关键字创建一个框架,一个Excel表将做的工作。 但是,您也可以使用笔和纸或变迁纸和最近的墙壁。 实际上,后一种选择是最好的,因为它使您可以轻松地重新排列关键字,为您的关键字至少创建四到六个类别。 根据您的App应用,有意义的类别可能有所不同。 但总的来说,这些关键字类别是一个很好的起点。 问题关键字描述了用户搜寻App应用程序的原因。 它们缩小了您的App应用程序可以解决的问题或者您的App可以满足的需求或期望。 用户关键字表征了您的目标受众,包括其受众特征、职业、兴趣以及使用App时所扮演的角色。 例如,角色可能是学生、教育App、旅行者、旅行App、玩家、游戏或运动员健身App。 动作关键字指定用户对您的App以及使用后的处理方式。 使用健身App的人将跑步、锻炼、锻炼或变得健康。 功能关键字是App的基本功能,特别是ASP区别于竞争对手的ASP。 位置关键字描述了人们在哪里使用您的App。 它们可以包括特定国家和城市的名称,还可以包括描述工作场所、健身房、海滩或山脉等情况的通用术语。 二、查找关键字提示一旦有了框架就开始创新过程,集思广益。 邀请一些帮助者完成此任务,最好是具有与您不同的专业背景的人,他们可以提供另一种观点,因此您作为一个小组会提出更多不同的想法。 现在按类别逐个浏览您的框架,每个人每个类别至少应贡献一个或两个关键字提示,请遵循以下规则,以从头脑风暴中获得最佳结果。 是自发的,不要想太多关键字的想法,说出您的想法并写下所有想法,没有审查制度,没有什么想法太荒谬,所以不要根据感觉或直觉来判断它们,尝试坚持单个单词而不是短语。 头脑风暴的结果是进一步研究的基础,现在您需要扩展列表并根据已有的术语找到更多的关键字提示。 此时,您还可以在研究中包括长尾关键词,短语包含多个词,以下是一些用于此目的的技术。 单词联想再次便利您的类别,大声读出关键字,然后写下您想到的第一个想法,作为另一个关键字想法。 如果您与不参与头脑风暴的人们作为一个小组一起使用,则此技术会更有效。 同一词查找关键字的同一词,其他含义相似的单词,使用以下网站之一, 竞争者在应用商店中浏览竞争对手的网站、社群媒体和产品页面。 另外,请检查媒体报道中使用的产品和服务术语,评论关键字应反映用户如何谈论您的APP。 因此,检查他们实际使用的单词是有意义的,在应用商店和APP评论网站上查看用户评论。 工具推荐V2提供了一项出色的功能,可根据您已经找到的单个数语查找常委关键字。 要使用它,请按照下列步骤操作,登录V2.io如果尚未注册,请注册。 选择你的APP导航到搜寻页面,屏幕截图中的第一步,添加您的关键字。 2.打开千瓦Ideas模块。 3.使用数据验证关键字。 4.此时,您应该有大量的关键字提示。 现在,是时候用数据对它们进行验证,以找出哪些关键字值得添加到APP的产品页面中。 将数据添加到您的电子表格,通过三个标准来判断您的想法。 关联首先,请确保您的关键字确实已连接到您的APP应用程序。 输入特定字词后,在搜寻结果中看到您APP的用户是否会看到与您APP的连接。 如果您可以诚实地回答是,则该关键字是相关的。 相关性是一个主观标准,没有办法用数据来衡量。 但这是一种大致了解关键字相关性的方法,在商店中搜寻关键字。 如果出现在SERP上的大多数APP都是您APP的竞争对手,则该关键字很可能与您相关。 但是,如果结果属于另一类,则该术语就没有意义了。 困难如果关键字竞争性太强,如果有太多其他APP为其排名,则很难使您的APP在SERP之上。 因此,您需要通过对出现在搜寻结果中的APP进行技术来考虑将其排名的难度。 The Tool为您完成这项工作,导航到搜寻页面并添加关键字,然后检查Apps列以查看每个单词有多少APP排名。 根据该数字,The Tool计算出的难度分数在0到100之间,您可以在DIF列中看到此值。 DIF值越低,您的APP就越容易获得良好的排名。 搜寻量验证关键字的第三个条件是搜寻量,该指标反映了有多少用户在应用商店中搜寻特定字词。 有趣的RSO指标和KPI该工具也提供此值,您可以在流量列中找到它,请参见上面的屏幕截图,范围从10低搜寻量到100,高搜寻量。 四,在您APP的产品页面,商品详情上添加关键字用The Tool的数据验证关键字后,请按照三个条件对它们进行排序。 相关性是最重要的标准,难度第二,搜寻量第三。 现在,将关键字添加到APP的原数据中。 iOS上的关键字对于每个iOS应用程序,您都有三个标准的展示位置,可以用关键字填充。 该APP名称最多包含30个字符,在所有原数据元素中搜寻算法的权重最大。 因此,标题中的关键字将帮助您的APP超越竞争对手。 重点关注与APP名称高度相关且具有竞争力的关键字。 D字目是在第二重量的算法,您最多也可以使用30个字符,投放难度较小,搜寻量是中的相关关键字。 该关键字字段是不可见的用户,但它的100个字符仍然索引。 它的权重低于APP名称和字目的权重,将关键字字段用于竞争程度较低的关键字。 另外,添加与APP名称中的单词组合在一起时构成高度相关的常委关键字的术语。 无论如何,请遵循以下规则,每个关键字只能使用一次,关键字重复不会帮助您的APP排名更高。 请勿使用免费APP或您的APP所属类别的名称。 即使您未将它们实施到原数据中,Apple也会根据这些术语对您的APP进行排名。 仅使用单数或负数,该算法将是您的APP对您仍然不使用的表单有一些可见性。 不要使用竞争对手的品牌名称,因为这会违反苹果的准则。 Google Play上的关键字Google Play上的算法与APP Store的工作原理不同,因此您需要调整策略。 以下是应在Google Play上包含关键字的原数据元素,该APP标题与iOS上的含义类似,但最多可包含50个字符。 将其用于竞争激烈的相关术语,再简短的描述是iOS的字幕的谷歌播放对应,最长为80个字符。 将它用于具有高相关性和中等竞争性的中到大量关键字,与在iOS上不同对Android应用程序的完整描述进行了索引。 由于它最多包含4000个字符,因此您可以在其中输入很多关键字,确保将它们实现为语法正确的文本,这对潜在用户来说是一本好书。 由于Google Play算法与APP Store算法的工作原理不同,因此在添加关键字时,我们还必须调整要遵循的规则,在标题中一次使用您最重要的关键字,在简短描述中使用一次,在详细描述中最多使用5次。 该算法将增加其权重,但仅限于此限制,频繁使用关键字不会为您的APP创建更多可见性。 如果您希望您的APP对常位关键字进行排名,请确保将其作为完美匹配实现到您的长描述中按正确顺序排列的单个单词。 如果要对APP都进行排名,请同时使用单数和负数形式,请勿使用竞争对手的品牌名称。 Google也不会容忍这种策略。 有关Apple App Store和Google Play Store的ISO关键字研究的结论,借助APP工具提供的数据,您将为APP Store优化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 但是您的ISO工作并不止于此,创建并实施第一个关键字集后,请确保对其进行持续监控,观察每个关键字的APP排名如何变化。 另外,您可查看提供的ISO优化其他服务,例如评级分析和转换率报告。 它们提供有用的见解,可帮助您将注意力集中在正确的任务上。